我说姜葵 我回到 所都北京有一段时间了 感到非常的奇怪 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这个北京的同胞怎么在冬天 也散这个散子的习惯呢 冬天没有散散子呢 你看错了 你不相信是吧 在哪 那里不是有一位吗 哎呀 那是评书演员袁阔城 三国演艺说的最精彩 三国演艺我所惜 今天这段咱们听听他说什么怎么样 好 走 先去看 哎呀 杨老师 欢迎杨老师 今天是哪段啊 哎呀 今天我准备给大家讲一段三国外传 三国外传 什么 赠与善 哎呀 没听过 大家欢迎 好呀 关于这个诸葛亮的故事啊 交代的都很清楚 但是就没交代他为什么一年四季春夏秋冬 手里头总拿着这么一把鹅毛大扇 有时候两军作战 一遇到紧急情况 他还就看看这扇子 这一看呢 他就能克敌制胜 比如控成记 司马大兵来了 中国两子们一着急 单车车 咚 擦 你看 就把司马兵退了 这地方就保住了 你说这扇子 有什么秘密啊 这扇子呀 感情是智慧和爱情的象征 他是信物 按现在的话来讲呢 是订婚戒指 要不怎么 刘备三国茅庐的时候 跑那么西趟 费那么大劲 就见不着这诸葛亮 有一次都年三十了 刘备还去请呢 冒着大雪 出席了 就今儿晚上 一千多年前今儿晚上 结果还是没见着 认识周亮干什么去了 我在广播电台 讲这三顾茅庐的时候 这段故事 就没舍得说 今儿晚上我把它说了 说周亮干什么去了 干什么去了 才相亲去了 相亲 离这龙中不远的 有个姑娘叫黄玉英 这姑娘很有才学 就是那齐驴过小桥 独探梅花壽 尹是黄承燕的女儿 不过这姑娘 长得不好看 是面黑发黄 就脸挺黑呀 当然也不像张飞那么黑 擦点珍珠霜就好了 那年头没有 这长得这一难看 这搞对象就成问题了 那封建时代讲究 狼才女貌吗 这姑娘都二十多岁了 到了代嫁之年 总嫁不出去 这做父母都能不上火吗 可是姑娘 黄玉英对自己终身大事啊 倒挺坦然 他反倒安慰父亲 爹爹您不用着急 这算什么呀 人家都说 狼才女貌是美满姻缘 我不这么看 我从小跟着父亲您学习 论才学 我不比男子差 我这个婚事不成所以 要成啊 我一定得嫁一个 人才出众的美男子 我这叫女才男貌 结果我这给他改喽 姑娘说的是气话 结果这消息让诸葛亮知道了 诸葛亮对这位黄小姐 是慕名已久啊 特地前来登门求亲 诸葛亮和这黄小姐 这么一续谈 诸葛亮愣了 这小姐这么有才选 天文地理无一不知啊 这亲事就成了 恰恰就在这时候 刘备来请他来了 诸葛亮和黄小姐商量 我出不出山的 黄小姐一听 出山还是得出山 不过不能这样轻易出去 看看这刘备 是不是真心敬贤 真心相请 那意思就是考验考验刘备 结果就这一句话 刘备跑了三趟 再把诸葛亮给请出山 诸葛亮和黄小姐临分手的时候 难说难离啊 黄小姐赠给诸葛亮 一把鹅毛大扇 说这是我亲手所致 你拿着它是如见其人 诸葛亮结果扇子这么一看 这扇柄上有不少图案发文 前三连困路段 阴阳八卦 还有不少的军事要领 要不怎么一看这扇子就能打胜仗呢 所以周葛亮摇着这把大扇出山了 凭着自己的学识和本领 手摇一把鹅毛大扇 保留被汉中成帝 奠定三分大业 直到自己官拜西蜀成像 对黄玉英小姐那爱情还是忠贞不二 所以后人称赞 说武侯之学 夫人多赞助呀 就是说诸葛亮的每一成就 对人家黄小姐一份功劳 诸葛亮也夸自己这位贤内助 说我妻貌仇心灵美 您刚才说这心灵美是诸葛亮的话吗 这是我的话 像话 好好好 严格强主持 您这三国真了不起 您过奖了 您太有研究了 您过奖 我向您请教个问题 不客气不客气 三国这部书的作者是谁呀 那罗冠中啊 罗冠中 三国志呢 陈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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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说三国里头这些人物 谁最有能耐 哎呀 三国里这能人可太多了 您就说这刘备首帝的官张赵马皇 不 咱们说文的 不说武的 文的 谁能耐最大 能耐最大的 对对对 那就得算诸葛亮了 诸葛亮啊 你看 我得会向您请教 我一直认为能耐大的是孔明了 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 怎么了 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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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帮罪了 您客气客气 您说诸葛亮有什么能力 哎呦 天文地理 无疑不知 阴阳八卦 无疑不晓 能耐的大了 诸葛亮会打乒乓球吗 诸葛亮 啊 诸葛亮打乒乓球 啊啊 水平怎么样 没听您说过 没 这这您得 您得问宋世雄 哎宋世雄 来来你说说吧 宋世雄 哎呀